今天的依次个股推介是陆福590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减选原因是中港两地买向服常 加上2023年是分价好年份 预料释放近年受疫情影响的分价服务需求 婚宴酒席和结婚酒席及戒指 在结婚开支占比是大的 预料相关企业受惠程度较高 五股份可以关注陆福 以2022年上半年日利8亿6千万来计 六股最大的市场来自内地 日利占整体日利的七成 香港、澳门和海外占三成 比较珠宝金式股价中期业绩 截至2020年9月底为止的6个月 六股盈利按年升1% 比同业的跌7%至1成2是理想的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六股截至3月底计2023财年 盈利增长7%至15亿 2023至2025财年 盈利年复合增长率近1成 六股昨天股价收益24.05仙 升3.7% 以越线图分析的话 股价升穿100年8月延伸以来的下降轨 话策略上 建议等候23元留下吸纳 目标先提26元 跌穿21元止洩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